还真是午餐这么说的嘞 所有的孩子都提前跑进了学校里躲雨 只剩下落单的苏远 被男人拖进了附近工地的废弃房屋内 坠落的风筝被扔进淤泥里 与脏水混合在一起 女孩的书包和雨伞也被扔在地上 沾染了大片的血迹 在经历了堪比枯行的殴打后 苏远被嫌犯掐住喉咙指指指吸 而后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强奸与施暴 致使他大肠与肛门脱落坏死 生殖系统被严重破坏 终生只能依靠人造肛门生活 然而即便被折磨到奄奄一息 这个懂事的孩子 却依然记挂着爸爸工作太忙 自己用摔到地上的手机 拨打了急救电话 而等到悲痛欲绝的父母 再次见到年幼的女儿时 他已变得让人几乎认不出来 一只眼睛被打成青紫色 痛到无法睁开 脸上甚至被咬出了两道深深的伤痕 浑身是血的躺在病床上 眼看只剩下半条命 苏远很快被推进了手术室 医生告诉爸爸 如果现在不取出坏死的大肠和肛门 使用人工肛门作为替代 就会有生命威胁 手术结束了 苏远暂时脱离了生命威胁 而为了尽快抓捕 造成这一切悲剧的罪犯 在警方和心理治疗师的劝导下 父母最终同意尽快完成女儿的心愿 让躺在病床上的苏远 参与指认罪犯照片 此时距离案发只有三天 为了舒缓苏远的心理压力 心理治疗师带来了他最爱的可可梦玩物 一张张照片闪过 苏远都没有反应 直到闪过那天看到的男人照片 他的眼睛里才开始献出前所未有的恐惧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有了苏远的指认这一有力证据 警方很快便对嫌犯进行了抓捕 然而等待苏远的会是正义的曙光吗 那个酿成他一生悲剧的罪犯 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吗 大批记者涌入一月 用闪光灯围住了只有八岁的苏远 侵犯女孩的罪犯终于被捕 媒体却没有放过这个无辜的孩子 反而将镜头对准了他悲惨的面容和渗血的伤口 爸爸强忍着悲伤 将苏远从集中病房推了出来 最后索性将他一把抱在怀里 一路跑进单人病房 这才躲过了记者的围追躲接 平静下来过后苏远却哭了起来 刚才被爸爸抱的逃走是动作太大 伤口反复感染又受了惊吓 他大笑便湿间了 黄色的污水顺着病号符流了出来 弄脏了床单 而女孩的眼泪也变成了无法控制的抽搐 她的眼睛大大的睁着 仿佛在质问爸爸 也在质问这个世界 为什么要给自己带来这样的伤害 看着在病床上受尽折磨的女儿 爸爸心无刀脚 恨不能把罪犯随时万断 然而到了法庭上 那名被指正的罪犯 却拒不承认侵犯并虐待夙愿的事实 反而一口要定自己喝了三瓶烧酒就睡着了 也从未去过案发现着 带有血迹的衣服和鞋子 也在前几天丢弃了 已经不属于自己 甚至还恬不知耻地大喊着冤枉 正义 会在下次庭审时到来吗 医院里 夙愿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 甚至连爸爸都不愿意面对 明明天气很热 却还是躲在被子里不愿见人 没过多久 妈妈因为连日来的劳累晕倒了 爸爸这才知道 妻子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 然而以往的她从不重视家庭 竟然什么都没有注意到 为了让素燕重新开口说谎 妈妈和邻居家的阿姨一起 穿上她最爱的可可蒙白偶服 走进病房里跳起舞来 还做了小玩具和素燕互动 她的脸上才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只是 买偶服的价格太过昂贵 天天租又是一笔庞大的开销 好在老板听说了素燕的悲惨遭遇 便把自己店里一套废弃的可可蒙蚊蚊服 免费借给了爸爸 让她想用多酒就用多酒 夜幕降临 一只可可蒙蚊蚊 悄悄溜进素燕的病房 和她打着招呼 素燕也在写字板上写下 早点回家吧 朋友们等着你呢 随后 她用至难的双手 抱了抱可可蒙的身体 笑着和她道别 整个暑假 素燕不是在医院里 就是在心理治疗师那里接受治疗 但她还是不怎么愿意说话 一想到开学 更是又惊又怕 害怕被朋友们嘲笑 孤立 害怕身上的尿袋 会引来其他人的围观 害怕一个人上学 而等待着这个被侵犯的八岁女孩的 又将是怎样的命运 男孩站在素燕家门口 等待着和她一起上学 却突然哭了下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该有多好 只可惜 侵犯素燕的罪犯还未被绳之以法 身体刚刚全意的素燕 却要独自面对回学校上学的压力 但这一次 她可以不用再害怕孤单 因为朋友们会陪着她一起上学 可可梦也会 而为了掩盖尿袋挂在身上缠身的摩擦声 聪明的她背了一个小包 里面装满了糖果 一旦有人好奇 她身上奇怪的摩擦声 她就分一块糖果给对方 日复一日 可可梦玩偶每天都会陪伴在素燕的上学路上 远远地护送着她 直到有一天 素燕竟直走到她的面前 汗水和泪水 浸透了爸爸疲惫的面 如果当初自己也像这样 每天陪伴着女儿上学 或许 她就不会被恶魔染指 只是一切没有如故 不久后 警方传来消息 因为现有的证据不足 可能需要素燕出庭作证 才能给罪犯定罪 这无疑会给女儿再次带来致命的伤害 而罪犯甚至对着爸爸叫嚣 为了还女儿一个公道 爸爸妈妈在经历了艰难的抉择过后 决定同意带素燕出庭作证 然而即便如此 罪犯还是识口否认取果案发地点 并想办法证明了自己在案发当天的确喝过酒 而根据当时的韩国法律 因为认定罪犯实施侵犯师 的确处于醉酒状态 法院最终仅仅判处了她12年有期徒刑 且驳回了溯源一家的赔偿要求 判决下达 妈妈当即挺着肚子 泪流满面地冲了进来 哭诉地 怒不可遏的爸爸也冲过人群 决定亲手解决这个给女儿带来一生痛苦的罪犯 然而溯源却再次懂事地抱住了爸爸 哀求着 几个月后 溯源的弟弟出生了 他坚强地继续了学业 虽然常常因为健康原因缺席 却从未放弃希望 而爸爸妈妈和心理治疗师 也一直陪伴着他 度过这段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一埋或许总是笼罩着残破的天空 但爱和陪伴 能够填补一切罪恶的黑暗 即便是最痛苦的旅程 也有童话相伴 愿最深的绝望中 也开出最温暖的花 愿所有的孩子 都能被温柔以待